哈能纪录赛期间一直以来是被外界过分的贬低的 那哈能你看纪录赛最近这个几年 自从拿到MVP之后输给都是谁啊 那不都不是圣冠王者吗 而且我跟宇宙勇打 我都不是上来一打照面我就被拿下 我都打到抢了抢气 这表现还不好 那你表现要多好呢 这就很多人已经是奇了怪了 说哈能啊 每次到了抢6抢7那个阶段发挥就差 打宇宙勇 你说我抢7大战我表现差 废话吗 我打了多少场比赛了 你打这种这个王者之识 这种宇宙战阶 你上你能表现好啊 抢7大战你能硬啊 你比如打宇宙勇打普通勇士 卡文杜兰特抢7大战都辣了呢 你怎么没有人说杜兰特这个关键时刻表现不行呢 其实杜兰特就是不太行 哈登打宇宙勇也没辣呀 后来打的是谁 洛杉矶湖人哈登表现辣吗 那主角的哈登表现不辣 经这个湖人队也算是一身冷汗 不太好辣 那你按火箭队这种还畸形呢 这是哈登 你表现一直以来就挺猛的 至于说这个外界总统的老 那之前拖着二级拉上大腿 那谁能不拉呀 那确实身体上没有办法 身体先老了 哈登表现一直以来 我认为是挺顽强的 纠塞机械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存在 也许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存在